Honda City 这款车在本地的知名度算是相当的高 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 Honda City 就有两款先败的车型 一直到了第三代的车型才变成车弹 而 Honda 马来西亚官方也把这款车型称为第一代的 Honda City 早前刚刚在我国发布的就是第五代的 Honda City 车弹 而在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将会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款人气 B-Segment 车弹的律师 看看这些年来它改变在哪里 进步在哪里 第一款 Honda City 实弹是在1996 年面世的 它采用的是第四代的 Honda Civic 平台打造 看起来和这个以前的 Honda Civic 确实很相似 但是它的轴距只有2500mm 这个轴距和现在的 Myvi 是一模一样的 虽然车身尺码看起来很小 但是实际上它的空间表现延续了 Honda XZ 的优良传统 所以空间表现还是相当够用的 它的主要对手是当时 Toyota 的另外一款小型四门房车 Soluna 不过这款Soluna 没有在马来西亚官方犯臭啦 所以大家应该不知道这辆车 当时的这个第一代 Honda City 车弹提供了 1.3 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还有1.5 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可以选择 匹配的变速箱是五速的手排或者是四速的自排 目前在我国的公路上面啊 还是可以看到少量的第一代 Honda City 车弹存在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 Honda City 其实市场还是蛮欢迎的 第二代的 Honda City 车弹是在 2002 年发表 同时它也是 Honda Malaysia 入驻我国以后第一款 CKD 的 Honda City 车型 另外一点就是这款 Honda City 和这个初代的 Honda Fit 或者是 Honda Jet 共享平台 所以你可以把它看作是 Honda Fit 车弹 在引擎的技术呢 Honda Malaysia 采用了非常先进的引擎在这款车上面 这具引擎就是 IDXI 引擎 它总共有八个火星塞 每个气缸内有两个火星塞 可以依照不同的工况来进行不同的点火程序 所以这台车的引擎非常非常的省油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款车在 2700 转就可以爆发出 131 Nm 的峰值扭力 要知道它是一具自然进气引擎 所以可以在那么低的转速区域就爆发出峰值扭力 其实是非常不简单的 另外在之后呢 我们也可以在本地的 Honda Insight 上面看到这个引擎 它搭配了电动机之后 被 Honda Malaysia 称为 IMA 系统 也就是 Honda 初代的混合动力系统 IDXI 版本的 Honda CD 提供了大约 110 PS 的最大马力 如果你觉得这个马力表现不够用 没有关系 当时的 Honda Malaysia 提供了另外一具 1.5 的 IVTEC 自然进气引擎 它的马力达到了 120 PS 而它们的变速箱是当时我国市场非常少见的 CVT 变速箱 所以如果你要比较省油的车款 你可以选择这个 IDXI 你要比较有动力的车款 你可以选择这个 IVTEC 这个在当时可以算是一个创举啦 同样的也因为这款车呢 Honda City 在本地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第三代的 Honda City Sedan 同样的也是基于第二代的 Honda Jazz 或者是 Honda Fit 的平台打造 目前呢 它也在我国的能见度非常的高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非常耐用 同时这款车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代 Honda City 在外观上面 它从第二代 City 的原论变成了第三代的阳刚 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帅气 同时这个也是我个人很喜欢它的主要原因啦 另外呢 这款车拥有当时市面上很多车款都没有的配备 例如说换挡波片啊 KX USB 的这个唱机啊 这些配备在当时其他的车款都没有哦 因此当时的 Honda City 可以说是配备满满 另外在安全配备方面呢 在小改款之后 成为了我国市场首款搭载车身动态稳定系统的日系 V-Segment Sedan 而我个人最喜欢它的地方 除了外星以外 就是它的操控表现 它的操控表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赞 只是可惜的是 因为太过注重这个操控表现 所以导致它的悬吊偏硬 舒适性会略打车扣 这个第三代的 Honda City Sedan 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它采用了 Honda 自行开发的无数平行轴自排变速箱 在当时的车款 大多数还是使用四速自排 但是 Honda City 率先使用了五速自排 而且这个五速自排呢 和 Sevilla Accord 是一样的 可以看出当时的 Honda Malaysia 确实在 City 上面花费了非常多的心血 很可惜的是 这款车虽然很出色 但是因为当年遇到这个泰国大衰灾 导致了这个车辆零件的供应出现问题 让它没有办法在我国提高市占率 但是也因为这款车 让 Honda City 的品牌 深深烙印在我国市场的消费者心上 在经过了前三代的积累 Honda 累积了不少的技术和经验 因此在 2014 年推出的这个 第四代 Honda City 车达上面 完全切中了消费者所要的重点 不管是在性能 空间 设计 配备等等细节上面 它都是当时的 V Segment 车达王者 在当年也因为这款 Honda City 大卖 Honda Malaysia 不仅超越了 Toyota 成为非国产一哥 在后续更是超越了 Proton 成为销售榜 第二名的仅次于 Perdue 年销量最高纪录超过10万辆 对于一个非国产品牌来说 Honda Malaysia 所创下的成绩 是前无狗人 也可能后无来者 同样的 这款车在动力配置上面做出了更新 1.5 的 IV Tech 自然进行引擎进行了优化 另外 变速箱从原本的五速平行轴自排变速箱 变成了新一代的 Earth Rim CVT 变速箱 在这个 CVT 变速箱和引擎的完美搭配下 这两车的动力表现实际上还是不错的 根据当年 Honda Malaysia 的官方数据 它的 0 到 100 加速只需要 10.5 秒 以一台自然机器引擎和 V Segment 的车款来说 这个加速表现也非常不错了 而在 2017 年 Honda Malaysia 也推出了 City 的小改款车型 在配备上面进行了程度非常大的升级 例如说 E 版本拥有四漆囊 加入换挡拨片 顶级板 导入 LED 头灯组还有尾灯组等等 都让这款车的竞争力大大加强 而在同年 Honda Malaysia 也引进了 Honda City ID City 版本 我国也是除了日本以外 第一个受卖这个 ID City 混合动力系统的国家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 Honda City Hybrid 呢 在日本其实是叫做 Honda Grace 第五代的 Honda City Sedan 也就是刚刚在我国所发表的车型 这款车型在车身尺码进一步的放大 除了轴距维持在 2600mm 之外 它的高宽等等已经和当年的 Honda Civic FT 差不多了 由此可见 Honda City 是越变越大 已经逼近了 C Segment 的车身尺码 再来一点就是这款车 导入了时下很多流行的配备 例如说 Android Auto 还有 Apple CarPlay 的触屏主机 而这一次 Honda Malaysia 也在我国第一次引进了 Honda City RS 的版本 我国的 Honda City RS 和泰国的 Honda City RS 并不一样 泰国采用的是 1.0 公升的 VTEC Turbo 引擎 而我国的 City RS 全球首发搭载 INMD 系统的 这套系统除了有非常出色的油耗以外 它还有非常强劲的动力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 108 PS 峰值扭力达到了 253 Nm 已经逼近了 1.5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官方数据这款车的 0-100 加速只需要 9.9 秒 但是这款车的售价要在明年的年初才会公布啦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动力配置 动力太强啊 你不喜欢它也没有关系 HONTA Malaysia 同样的也提供了另外一具 这一个 1.5 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这具引擎也是全新的 从原本的 SOHC 变成了 DOHC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 121 PS 峰值扭力 145 Nm 0-100 的加速在 E 版本也有 10.2 秒 至于在 V 版本则是 10.4 秒 也是非常的不错了 可能这时候各位观众会问 为什么 HONTA Malaysia 不引进 1.0 的 VTEC Turbo 版本呢? 首先这个 1.0 的 VTEC Turbo 版本 是为了应运这个泰国 Eco Car 法规才推出的 所以除了泰国以外其他的市场都没有这具引擎 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原厂考虑到了它的制造成本 还有日后消费者的维护成本 所以才会引进这个全新的 1.5 自然进气引擎 因为在数据上来说这两具引擎其实并没有差太远 0-100 的加速表现也没有差太远 所以我相信消费者应该会更喜欢这个 1.5 的自然进气引擎 毕竟排气量大嘛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HONDA CITY RX 搭载了接近完整的 HONDA SENSING 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例如说主动式定速巡航 自动紧急刹车 车道便宜辅助 等等都是它的标准配备 它和这个 HONDA CITY 相比只是没有了这个低速跟随系统 可以说 HONDA MALAYSIA 让这个以往只有在 C SEGMENT 顶级款 或者是 D SEGMENT 顶级款才会出现的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出现在让消费者更容易负担的 B SEGMENT 蛇丹车款上面 这一点我们真的要为 HONDA MALAYSIA 点赞 另外一点就是像我刚才说到的 HONDA CITY RX IMD 我国是首发市场 意思就是泰国没有印尼没有其他的国家都没有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得出 HONDA MALAYSIA 对于马来西亚市场的诚意了 根据 HONDA MALAYSIA 官方的数据呢 HONDA CITY 在我国的累计销量已经超过了 355,000 两 以一个非国产品牌的车款来说 这个销售成绩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另外我们可以从我刚才说的细节中发现一个重点 就是从第一代的 CITY SEGMENT 开始 每一代的 HONDA CITY 都会在引擎配置上面进行升级 这也是HONDA MALAYSIA 的诚意啦 它导入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 让我国市场的消费者去抢先享受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其实在这个第三代的 HONDA CITY 在国外是有这个1.8公升自然进行引擎的 这个动力表现自然是更强 不过因为是国外的特工版 所以没有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不知道各位对以上的这个 HONDA CITY 律师 感不感兴趣呢? 如果感兴趣的话请大家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以后我们会考虑再多做一点 类似的车款律师影片 OK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视频内容 如果你是 HONDA CITY 的车主 或者曾经是 HONDA CITY 的车主 请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让我们知道你和你的 HONDA CITY 的故事 OK啦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y bwd6